即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核安全峰会 再度使核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 尽管迄今为止 参与讨论这问题的大多是政界人士 军事官员和国际问题专家 但民众对此也有自己的关切和期待 瑞士游客安奈特说 经过多年谈判 终于看到核裁军进程再度启动 他希望有关各方能够继续这一谈判 推动核武器既不得到削减 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迈克和马利 对于核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 他们认为将核完全与危险联系在一起 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因为核可以用于军事 也是一种重要的清洁能源 如果世界上只有几个少数国家 拥有这种原料和技术并不公平 他们认同采取措施 防止恐怖分子获得核材料和核武器的观点 但也指出 在解决国家之间核争端问题上 应该采取外交手段 而非武力或制裁 在采访过程中 大部分美国民众对于核问题知之甚少 感觉核威胁距离他们似乎比较遥远 一些专家此前指出 尽管这次核峰会将取得核种成果还属未知 但至少可以增进公众对核问题的了解和关注 而这对于最终实现无核事件 也能起到推动作用 的推动相对豁就像体�面